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所分享到19节 我从5章20节开始 然后分享到6章4节 当然只有单单的6节的经文 但是我在预备的分享字的时候 我看到其实在12节到19节 有一个词 一个字 吸引了我 然后我也觉得是相当重要的 毕竟我们如果要读这个罗马书 我们对这个词一定要深一点的来认识 所以这个是什么词呢 就是众人这个字 我们从这个5章12到19节 这个众人出现了许多的一个次数 那我们这边很快的来看一下 这就有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 死又从罪来的 于是死就临到众人 因为众人都犯了罪 只是过犯不如恩赐 若因一个人的过犯 众人都死了 何况神的恩典 与那因基督耶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 岂不更加倍地临到众人吗 然后我们跳到第18节 如此说来 因一次的过犯 众人都被定罪 照样因一次的义行 众人也就被称为义得生命了 因义人的悖逆 众人成为罪人 照样因义人的顺从 众人也成为义人了 那你们有没有发觉到 这个几节的经文当中 这个罪人 众人这个字出现的时候 很像就有两个的部分 一个是讲到跟罪有关的 另外一个部分是讲到跟义有关的 那当然我们知道 我们的恩典是借着耶稣 临到我们的 也是临到众人的 可是我们对这个众人这个字 的确要比较深入地了解 这个众人指的是所有的人类吗 就每一个人 男女老少 是小孩 无论是谁 这个众人都包括他们吗 还是这边所讲的众人 只是一部分 这是有一些特殊的一些的因素 符合一些特殊的一些的条件 的一群人呢 你们有没有答案呢 其实这个众人的这个原文的字根 这边是用这个希腊文所写的 可是我们学者们在研究这个原文的时候 他们发现这个如果你是用希腊文 还是如果你用希腊来文来解释 来翻译的这个字 它的字根的话 其实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广义的意思 什么叫做广义呢 就是所有人都包括在里面的 就是全部人 就是100%都在这个众人里面 那另外一个是 叫狭义是比较少的 然后广义是100%的 狭义是说就limited 某一些人还包括在这众人里面 那我们在读这个五章12到19节的时候 似乎我们看到有两个部分 但我们知道一切有关罪的 就通过亚当下来的 这边所讲的众人 包括了100%的人 我们怎么知道呢 理由很简单 因为人人都犯了罪 罪的公价乃是死 那从古至今 我们知道 没有一个人是永远能够活着的 所以每一个人都会死的话 就代表了这个罪是影响众人 是影响全部人100%的 没有一个例外的 可是后面那个部分 讲到这个有关义的呢 是通过这个耶稣 我们得到了神的恩典 这个也临到了众人 可是这个众人 究竟是指全部的人呢 还是只有一部分的人 就是被拣选的那群人 当然我们的解释 我们知道是被拣选的人 而不是100%所有的人 可是我们怎么 我们必定要找到一些的证据 来支持这一点 我们不可以说 我凭着感觉就觉得 这个众人是指少数人 所以我们必定要从圣经里面 来找证据 这边后面所讲的这个众人 是这个狭义的 就是不是每一个人 所以第一 我们从圣经里面 我们经常会看到 圣经里面的写法 有一些时候 会带出一个特定的范围 还是一些特定的情况当中 然后他们 这个圣经里面 也用类似全部 还是所有的一个字 例如说我们熟悉的 这个使徒行传 二章十七节 这个新一本是这么说的 神说在末后的日子 我要把我的灵 浇灌所有的人 虽然这边 他讲所有的人 我们这样看字面的时候 很像是指全部的人 全部的人类 可是如果我们去看 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 我们知道 当时候比得起来 分享神的话 在五旬节 然后圣灵就降临在当地 在那边聚集的人 对吗 我们也懂 那边讲到 每个不同国 不同地区的人 来到那边聚集的时候 他们听到的是 自己各地区 所讲的翻言 所以那边所指的众人 是指那个地方的所有人 所以了解吗 所以看得到 圣经有些时候讲 所有人 不代表是全世界的人 而是在那个当时候 那个情况 符合的时候 所聚集在一起的 所以用这个 《十足经传》第二章来讲的话 它所指的是 不同的族群 不同的国际 不同的阶层 不同的性别 等等的所有人 当然我们也知道 这个福音 是给所有人的 就包括刚才我所讲的 不同国际 不同年龄 不同的社会阶层 不同的性别等等 所以不同的时代 也包括在其中 所以这个所有人 不代表说 全世界的人 那第二个例子 我们刚刚在 主日崇拜的时候 也读到了这一处的经文 这是《十足行传》 九章第十节 就是保罗在 这个以弗所教导 这样有两年之久 叫一切 住在亚西亚的 无论是犹太人 是希腊人 都听见主的道 所以这边讲 一切住在亚西亚的 那保罗是讲 所有的人 只要住在亚西亚的 所有人 都能够听到这福音吗 我们想 很像在 以前古时代 我们懂这个宣教士 可能从英国 被拆派出去 还是被从美国 拆派出去 他们说 我们要把这个福音 带到这个亚洲去 传遍亚洲 我们知道 这句话的意思 不是说 他这样讲的时候 每一个住在亚洲的人 都听得到福音 只是他 从他的眼观来看 这个话 已经传到了 这一带 这个亚洲这个地区 所以了解吗 很像说 我们把福音 传到非洲去 也不代表说 整个非洲的每一个人 都听得到 同样的福音 所以这个 跟我们讲的 把福音 这个神的义 传到众人的时候 还是指少数的人 那第二个理由 简单来说 称义 还是说救恩 不是自动给 每一个人的 我们上个礼拜 我们所读的 五章十七节 就讲到 若因一个人 的过犯 死 就因这人 做了王 何况那些 受红恩 又蒙受 赐之义的 岂不更要 因耶稣基督 一人在生命中 做王 所以这边 讲到 死做了王 这个 很简单来讲 就是 所有的人 都是死的 所以罪是 所有人的王 所以这边 没有多加解释 可是讲到 后面 有关这个称义的时候 这边 就说 何况那些 受 红恩 又蒙受 赐之义的 这边 就告诉我们 这群人 不是全部人 是蒙受 神的恩典 赐下 这个 称义的 这个的福分 才能够得到的 所以我们知道 福音 这个 神的救恩 不是自动 临到 每一个人的 所以 基督 不是做 所有人的王 当然愿意 主愿意 做所有人的王 可是我们知道 神的拣选 不是临到 每一个人 所以 这个讲的众人 还是 有一个 选择性的 当然这个选择 不是我们 从我们来 而是神的主权 那第三个 我们众人 不是指 所有人的理由 就是我们看 整本罗马书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 罗马书的 中心的一个 教义 就是我们一直在 强调的 因性 称义 借着 我们的信心 就是相信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上 所成就的一切 我们被称为义的 对吗 这个是我们 一向来 在分享这个 罗马书的时候 在一直重复的 所以心里 相信 口里承认的 我接受的耶稣基督 成为我的个人救主 那我们就能够 在神面前 称义了 所以如果说 众人是指 所有的人 那我们何必 花这么多时间 来解释 什么叫 因性称义呢 如果神的救恩 是自动临到 所有人的 那我 称不称义 我信不信 我们都可以称义了 我们都可以得救了 那何必 保罗花这么多时间 来解释 从这个神的愤怒 开始讲 从每个人都得罪神 开始讲 然后我们愿意要悔改的 我们在主里面 在基督里面 是得到救恩的 甚至我们如果 夸张一点来说 如果救恩是 自动临到所有人的 那我们今日 何必传福音呢 因为如果是 自动给每个人的 那我们不传福音 上帝还是 拯救每个人的话 我们今日不用 得到这个 听从这个大使命 把这个福音传到地址了 所以我们知道 到头来 我们这一个 这边所指的众人 刚才我所读到的 从十二节到十九节 我们要了解 两个区分 最是从一个人来 亚当就是他犯了罪之后 死临到了众人 这边讲的众人 是所有的人 可是讲到义的时候 我们借着耶稣基督 我们称义 这个却不是 自动给每个人的 所以这一点 我们要了解 那这边 我们就 讲完了这个 众人的事情 那今天我继续来分享的是 这个罗马书 五章二十节 一直看到六章四节 我们先来看这个二十节 前面这句话 律法本是外天的 叫过犯 显多 这边讲到律法是外天的 换句话讲 这个律法 不是与生俱来的 是神 后来 嫁给人的 就是把这个律法 把神的吩咐 就赐给了人 所以我们也知道 刚开始的时候 这个律法不是很明显的 说你不可以做什么 不可以做那个 直到这个摩西的时代 上帝才把这个律法 正式的颁布给摩西 可是我们也读到 在摩西之前 就是从亚当到摩西之前 其实上帝也是有他的吩咐 第一个吩咐 就给亚当的 那颗树上的果子 你们不可吃 吃的日子 你们必定死 所以我们知道 律法一讲出来的时候 必定有他的结果 他的一个后果 我们要面对 可是你们会不会有一个疑问 为什么这边讲 这个神颁布律法的目的 是叫过犯险多呢 难道上帝不是应该 盼望这个罪恶的事情 越来越少吗 甚至把这个 从整个世界里面 把这个罪恶给除灭吗 为什么上帝还要颁布律法 叫这个过犯险多呢 我们不要忘记一个圣经里面的原则 就是我们上个星期也读到的 没有律法 罪就不算罪了 如果上帝没有颁布律法 那也就我们不用说我们犯了罪 因为上帝没有吩咐 我们就有借口说 我所做的我不知道 因为上帝没有吩咐我 对吗 所以我们也知道 这个罪的定义 其实就是 刚犯了神的律法 就是说 我们违背了上帝的吩咐 所以 我们也了解到 就是上个礼拜的一个信息很重要 我们从亚当犯罪之后 所有的人类都 承受了这个 败坏的体制 所以每个人 都已经会犯罪 所以神赐下律法 其实是让我们能够看见 自己犯罪的程度 另外一方面 如果我们去思考这句话 这个律法是外天的 是叫过犯显多的话 那我们要想的是 神每次加添一个律法 其实就会有可能造成我们 反叛神 还是抵挡神 背逆神的一个机会 我用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来告诉大家 如果家中有一个两三岁的孩子 他在那边高高兴兴地玩了 玩耍 还是怎么爬来爬去 突然间告诉他 儿子 这个桌子上的糖 你不要吃 他听到你这句吩咐的时候 他跟桌子上有糖 他就跑去吃了 了解我意思吗 这个就是人的罪性 在我们里面 导致我们所做的事情 我们因为有这个罪性 所以我们听了律法的时候 反而我们会去放个律法 这个就是人的一个属灵的 生命的一个状态 你叫孩子不要吃那个糖 如果你不告诉他 他没有发觉到 他可能就不会动那个糖 你一告诉他了 他知道那边有好的 那边有好吃的 我就是 爸爸会流量我的 爸爸不会管 爸爸告诉我 就是给我薪 叫我去做 对吗 人的性格就是这样 就会误解上帝的心意 所以我再说一次 上帝颁布律法 其实是叫人看到 自己犯罪的程度 而不是上帝 把这个人性变得更败坏 让人性听了律法之后 认识律法之后 更加的要犯罪 上帝绝对不会 故意叫我们犯罪的 对吗 可是我们人性本身 已经会犯罪了 可是我们上帝颁布律法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知道 谁是愿意听从上帝 不碰那个东西 谁是听了 反而是要行的 所以这个是 很重要的一个观点 那保罗也在这里说到 只是罪在那里显多 恩典就更显多了 其实保罗在这边说到 这个罪跟恩典的一个 很像关系的时候 保罗并不是说 罪和恩典有着同样的分量 绝对不是 恩典的分量 是远远超过这个罪的 我用一个 我想到一个 自己想到的一个的 illustration 一个的表示 还是什么 illustration是什么 一个描述 让我们了解 这个恩典跟这个罪的 不同之处 那个分量是怎样的 如果我们拿一杯水 被清透的水 我们要怎么把它变污秽呢 很简单 随便从地上捡起一些灰尘 泥土的 丢进这杯水里面 无论你是给它 只是一点点还是很多 一这样丢进去 这杯清水就污秽了 那如果说 来 朋友 请你喝这杯水 你敢喝吗 这杯水 无论是你看到它 只放一点点 没关系 来一点点照喝 你会做吗 不会 因为这个是污秽的 那我们知道 恩典是什么呢 恩典 上帝不是直接 这杯水污秽了 倒掉 我重新给一杯 新的水给你就好 我们可以甚至 当然这个不是 绝对的一个比喻 可以甚至说 上帝把这杯水给喝了 然后才倒一杯新的水给你 因为上帝承受了我们的罪 我们的罪归算到 圣地身上了 所以这个污水 是进入到耶稣的几面 所以如果这杯水 越来越污秽的话 它的恩典是不是越来越大 原本只是一点点热 你觉得它喝没有算什么 你整杯是黑色的水 它反而还是为你喝下去 然后给你干净 洗了 把新的水倒进去 让你能够成为清洁的 那这个就让我们了解到 什么叫这个恩典是大过罪的 罪是很容易就犯罪的 亚当跟夏娃一不听神的 一点点吩咐 很像一个很小的一个的殖民 很像就犯罪了 可是耶稣呢 祂赐下恩典 要拯救我们 是要赔上自己的性命的 是要付上代价的 所以恩典的分量 肯定是大过这个罪的 所以我们了解这一点 是非常重要的 那当然我们如果了解这一点的时候 我们知道 耶稣为我们不单单是把水倒了 然后给我们新的一个生命 耶稣是承受了我们那个污秽 所以想到这一点的话 如果我们真的是相信耶稣的 我们等一下会看到 我们不会为了得到更多的恩典 然后就故意犯罪的 绝对不会 所以这一点很重要 那保罗在21节继续说到 就如罪做完叫人死 照样恩典也借着义做完 叫人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永生 所以我们刚才也说到 死完是因着一个人的犯罪 所带来的后果 那如果没有罪 其实就没有死完了 因为亚当夏娃他们就不会被赶出这个伊甸园 他们依然能够在这个伊甸园里面 享用到上帝为他们预备的 这个生命树上的果子 可是保罗说 罪做完叫人死 其实保罗是要强调 罪的这个的掌权 也就是罪的一个的 彰显了他的势力 他的这个的影响力等等 所以当我们认识到这个事实的时候 如果人没有被 他的罪没有被赦免的话 罪人最后的一个的结果就是 他是必定被这个罪给捆绑的 因为罪是他的王 结果就是那人是必定面对死亡 真正的死亡 就是永远的这个的在地狱里面的一个的受苦 跟永远的死亡 可是相反的 如果一个人在基督里 恩典就是借着耶稣基督的义 成为了他的王 结果是怎样呢 结果就是我们因着耶稣基督有了他的恩典 我们可以得到永生 所以你看到罪做完叫人死 这个神的恩典 借着耶稣基督做完的话 我们就能够得到永生 所以保罗在这边是用很像一个对比 一个illustration 一个comparison 一个对比来讲 其实在保罗的书信里面 他常常也会用不同的对比 来分享他的话语 所以我们知道 这句经文也告诉我们 罪所带来的是永远的死亡 可是感谢主的是 对我们来说 我们已经认识了耶稣基督得到的救恩 这个我们知道 罪是无法永远做我们的王 所以我们信徒的命运 不是在这个死亡跟罪的权势下 永远成为这个罪的奴仆 已经脱离了 上帝已经把我们脱离 从罪跟死亡的权势给拯救出来了 神透过他的恩典 已经将耶稣的义 这份大礼给了我们 所以我们也知道 耶稣基督得胜之后 有一句经文 罪啊你的毒钩在哪里 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 没有办法再捆绑我们 我们已经胜过那个阶段了 可是具体来说 我们这个肉体 还是会经历一次的死亡 因为我们这个肉体 还是败坏的 我们这个肉体 还是有罪性 罪的一个本质在我们里面 所以这个肉体 还是会面对死亡的 这是肉身的这个死 可是我们要感谢主的是 我们这个虽然会死的身体 只是暂时的 可是得胜却是永远的 我们死亡 我们里面的灵 脱离了这个肉体之后 我们所进入的 无论是乐园也好 我们称为乐园 还是称为天国也好 这个是永远得胜的 永远跟基督在一起 永远跟上帝在一起 永远享受这个上帝的存在的 所以这个暂时的苦楚 跟这个永远要得到的 这个的荣耀 是不能够相比的 这个也是一个不同的对比 那我们了解到这边 第五章后面的这两句经文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告诉我们 我们对整个的罪的认识 要很清楚 虽然罪是通过一个人而来 可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 却是通过他 我们也能够称义 通过他我们得到永生 我们不再被这个罪给捆绑了 所以这个观念 我们带着的时候 我们就结束了 这个第五章的一个内容 那我们在开始读 第六章的时候 保罗很想带我们 进入到另外一个转折点 讲那个转折点 就是称义所带来的果效 那简单来说 我们今天要看的就是 我们已经称义了 那我们必定会进入什么 进入这个乘圣 所以我们了解这边 后面的这个经文之后 保罗在六章第一节 他就直接讲 这样怎么说呢 所以既然罪使恩典显多 那我们该怎么说呢 我们该怎样回应呢 当然一般人的逻辑 尤其是不爱神的人 为了要得到神的恩典 那我要继续犯罪了 刚刚我讲的嘛 信徒了解到恩典是什么 一回事的时候 他不会想要犯罪 可是如果不认识上帝人 他们只要得到神的祝福 得到神的恩典的时候 他们就 既然说恩典 那罪使恩典显多 那为了得到神的恩典 神的祝福 我犯罪反而是好的 用这样的思想的人 其实是很奇怪的 对吗 所以保罗就直接讲 我们可以认在罪中 叫恩典显多吗 了解这事吗 这句话 保罗是用一个 很像反问句 来回答这些人 你们已经知道神的恩典了 这个恩典是大过罪的 上帝的恩典不是免费 当然从我们的角度来 是免费的 可是上帝是有付上代价的 我们如果已经领受着恩典的人 怎么能够在这个罪里面 享受这个罪 来叫恩典显大呢 的确 他是讲断乎不可 所以我今天讲的不大声 断乎不可 我相信保罗在讲的时候 很像是很大声的 绝对不可以 有些翻译本是绝对不可以 甚至有些英文翻译本讲 你们想都别想 上帝是不许可这样做的 我们哪里可以 想要得到神的恩典 神的祝福 来继续来犯罪呢 有这样思想的人 其实是 可以说他们把神 当成是傻瓜的 我们都知道 神的属性是罪 厌恶罪的 神是不可能 为了要祝福你 叫你多多犯罪 我才祝福你 这个根本对我们 已经蒙恩得救的人来讲 这个是一点逻辑都没有的 对吗 哪里可能上帝 为了要赐福我们 叫我们继续来犯罪 可是我们也知道 这句经文 当然有另外一个解释是 我们在很挣扎的时候 我们软弱了 我们跌倒了 可是上帝还是恩待我们 所以祂跟我们 很像更显出祂的慈爱 祂的恩典 所以整个的追求的眼光 那个方向 完全是不一样的 有很多时候 我们是在罪里面挣扎的 我明明不想要犯这个罪 明明不想说谎 明明不想用我的言语来伤害人 可是我一讲话 人家就是得了伤害 原本我不想贪心的 可是我一看到那个广告 我的心就被牵引去了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是跟罪争战的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观景下 争战的人 神的恩典肯定显夺的 很像我的孩子 很像一直调皮 一直跟他劝他 不要这样做 我们也看得出 他整个的挣扎 他是很想改变的 很想不要叫我伤心的 可是他做不到 所以这样的时候 我还会多忍耐 多扶持 多陪伴他 多扶持 就是要他有所改变 所以整个的了解 这句经文的心态 完全不一样 神是非常讨厌罪的 所以我们讲到这一点的时候 我要带出另外一个的词 就是这个反律法主义者 这个可能不是很多人听过 什么叫反律主义呢 反律主义 顾名思义的 就是反对神的律法 为什么提出这一点呢 因为在16世纪改教期间 就有很多人就 指控这个马丁路德 就是这个反律主义者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都知道 马丁路德是声称 人是唯独因性称义的 这意思就是 你要称义的话 你只需要信心 不需要行为 所以有人就 捉住这句话 就诬告这个马丁路德 还是相信他所分享这个思想的人说 你们如果只是单单靠信心 就能够得救 不用靠行为 那你们是不是随心所欲 来生活的人 想要犯罪就犯罪 当然我们要切记的是 唯独因性称义 从来不是神 颁布给我们犯罪的一个通行证 上帝叫我们能够因性称义 不是靠行为 不是上帝给我们 一个green light 给我们一个准证 你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吧 反正你是因性来称义的 也不是靠你的行为 绝对不是 当然从这个 我们所学习的 我们的信仰是 唯独因性称义 这个是没有错的 可是这不代表 行为就不重要的 对吗 当然从永恒的眼光 还是从这个属灵的角度来看 我们因性称义 我们的确不再被定罪了 不是因我的行为 来就是得到这个救恩的 可是从我们还活在 地上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我们称义 其实本质上就是 因着我称义 我以至我要行善 因为我已经称义了 等一下我会多解释 因为我称义了 有耶稣的义在我身上 所以我应当把耶稣的 整个的属性 通过我的生命活出来 所以我的因性称义 在地上的日子来说 我是因性称义之后 反而是叫我追求行善 追求就是上帝要我做的事情 所以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我以前也说过 我们耶稣基督 已经将他的义 归算在我们身上 就很像一个王子 把他的那个王袍 他的王袍 摆下来 穿在我们身上 那我们那个乞丐的 那个罪的衣服 归在了耶稣身上 那如果我们已经得到 这个义的王袍 在我们身上的时候 我们的一举一动 是不是应该跟我现在的 兴奋 有一个配搭呢 就是我所做的一举一动 我所讲话的 我的思想 我的关心 我的追求 是不是应该跟 我的新的身份 这个称义的身份 就是合乎呢 这个是对我们来讲 是很容易了解的事情 可是我们 讲到这一点的时候 我们要看 就是罗马天主教 因为他们 主要他们也是 那个时代 攻击这个 马丁路德的人 所以他们也相信 因性诚意 这一个教导 这个教义 可是他们却少了 一样东西 唯独 所以他们在这个 追求因性诚意的时候 他们还加上了 这个行为 就是人必须要有 好的行为 否则你就不能够诚意 所以简单来看 我这边有一个的 formular 天主教他是 信心加上行为 就是善行 他才能够诚意 那我们改革中态 我们所相信的是 我们诚意 如果我们称义之后 我们有这个 良好的善行 那这个是 表现出我们的信心 可是这个 反律主义者 他们只单单说 称义就够了 你不用行为 你称义就是靠着信心 所以他们是 称义完全没有行为 所以这三点 很像这三个字 不同的combination 如果你们有读过 这个数学的 很像不同的 那个的次序 其实是 完全不同的 一个理念来的 我们的信仰 在这一点 必定要很清楚 我们音信称义 不是不代表说 我们就没有行为 我们不要行为了 这个是刚好相反的 当然我们讲到 这个 反律主义者 他们也有 两种 有点不同的一个理念 第一种的理念 就是刚才我说到的 如果称义 是以行为为结果的话 那我们就是否认 福音是白白领受的 换句话讲 他们认为 如果你有了这个 称义 你还要行为的话 那已经不是福音了 因为不是白白得到的 他们第一个理念是这样 那另外一种 比较没有这么干硬的 反律主义者呢 他们是觉得 如果你真的是 因性称义的 你的行为是 渐渐有所改变的 你听起来很像 有道理是吗 可是他们的改变 不是靠着圣灵来的 我们要 不要忘记 今日很多不认识 上帝的人 他们的行为也很好 所以行为改变 不代表 他们是靠着圣灵来做的 所以这一点 我们也要懂 福音教导我们什么呢 所以福音教导我们的是 如果我们真的 对耶稣基督 祂所给我们的救恩 有信心的话 那顺服的行为 不仅是必然会拥有 会出现的 而且是立刻出现的 这句话可能我们就 要多思考了 就是你愿意 回应耶稣基督 那个圣灵的呼召 将生命的主权 交给主的时候 那个刹那开始 你的生命就有所改变了 不是等到 你多认识了圣经 你修行了很多年之后 你的生命才慢慢有所改变 这一点我们要很清楚 因为一个人称义 他是从里到外 可以说是患然阴心的 所以我们也知道 除非圣灵感动我们 给我们这个 回应神呼召的 这个的心 否则我们是不可能 接受救恩 我们没有这个信心来接受救恩 因为人 处在死的状态 人的灵犯罪之后的人的灵都是死的 若不是圣灵先进入我们里面 感动我们 改变我们 给我们一个回应神的机会 没有一个人是能够称耶稣为主的 所以这个是很微妙的 我们要了解的事情 那圣灵如果已经进入我们里面 动工 那第一个我们的改变就是 我愿意回应上帝 我愿意接受上帝 所以我们讲 为什么说 一个称义的人 他的改变是立刻的 所以这一点我们 当然我们讲的这个改变 不单是成为 哇 突然间变成很好的一个人 没有脾气的一个人 反正对人家有微笑 帮助人的人 不是这一点 我们讲的是灵里面的改变 耶稣的灵进入我们里面 叫我们的灵再次活过来说 等一下我会多讲这个 人的复活的事情 可是这个圣灵 如果居住在我们里面 它必定能够改变我们 塑造我们 所以这个改变是一定会有的 而且是立即发生的 所以我们不能说 我们接受耶稣基督 为我们的救主 可是不愿意 降服于基督 成为祂的样式 这个是不可能发生的 我愿意接受耶稣基督 为我救主的话 我必定会了解 什么叫救恩 祂为我做什么 然后我的整个的生命 完完全全会降服在祂的主权之下 如果不然的话 那个人不是真的得救的 他只要上帝的救恩 却不要像耶稣这样的 教导我们的来学习 了解吗 他就换句话讲 如果一个人只要上帝 所给他的祝福 却不愿意降服在基督 他或许 我们是对他的救恩 是一个很大的问号来的 为他要的不是上帝 他要的是上帝的祝福 所以这一点我们很重要 当然我们讲 我们称义 是 之后那个刹那 我们会有改变 可是我们成圣 却是一个过程 我们称义的那个改变是 顿时会发生的 所以我们 称义 确是一个过程 从这个过程是 几时结束呢 其实是一生的 我们在称义的时候开始 我们到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才结束我们这个 成圣的过程 当然这个成圣的过程 我们也可以说 越来越像 越来越像主耶稣 祂的思想 祂的温柔 祂的智慧 祂的处事 带人祂的眼光 祂的属灵的整个的了解 越来越像祂 所以这个是我们 重生的人 要懂得那个改变 所以经文 上帝的话语告诉我们 旧人 若有人在基督里 祂就是新造的人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 因为我们现在所拥有的 新的生命 新的所属 我们新的方向 我们新的命运等等 全部是新的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 可是不代表我们就完全 这个是我一直在强调的 虽然我们有所改变 可是这个称义 只是一个 kid start 发动我们 成圣的这个的 开始 所以这样的一个 有圣灵内住 我们已经 有所改变的人 这样的一个人 怎么能 继续活在罪中呢 所以保罗在这边 一直在讲的就是 我们怎么能 继续 活在这个罪中呢 对吗 所以我们可以 扔在罪中吗 叫恩典显住吗 断乎不可 所以我们 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 岂能扔在罪中 活着呢 所以了解我的意思了吗 我们既然已经 有圣灵的内住 已经开始要 过一个成圣的生活 我们已经是 一个新造的人 我们不可能 在罪中继续享受的 我们还是会犯罪的 可是我们不会 享受那个 犯罪的过程 所以这个是我们 要 多要思考的 那我们或许 我们就会想 我也接受主了 我也有这个受洗了 可是我总是觉得 我的生命 我的心灵 好像没有很大的 一个明显的改变 那我到底有没有得救 这个是常常 就是我们会想到的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还是会 查验我们自己的生命 那我们真的是要 自己要去多查验 你所相信的 是否是真的还是假的 你所追求的这个福音 你所追求 所认识 你将你的生命的主权 交给主 是带着你这些目的吗 你的一些动机吗 还是因为祂是神 除了祂以外 我别无拯救 我愿意将我的生命 全地交托在祂的手中 如果你真的是查验过 你也挣扎过 我相信神的灵 必定会感动你 你要看到 也发现到 你生命的很多改变 有些时候我们自己感觉不到 可是旁边人看得到 我们生命是改变的 我们原本是很 很小气的 脾气很不好的 你说我现在还是很脾气 当然我们也是有脾气 谁会没有脾气 可是从一个 可能说从一个比较 认识你比较久的人的口中 他会看得到 看得出 你是否有没有改变 你说刚刚昨天信主 他就要改变吗 不可能的事情 很少人会 今天信主明天就脱 脱胎换骨 成为另外一个人 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的改变是 Gradually的 慢慢的有次序的 可是我们还是会追求的 所以我们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 必定带来这个 成圣的过程 那我们继续读下去 岂不知我们这受洗 归入基督耶稣的人 是受洗归入祂的死吗 很像保罗这边 突然间又改变了话题 这边刚才一直在讲 我们已经得救的人 不会在罪中生活 突然间他就讲到 有关这个受洗的事情 当然我们知道 这个受洗礼本身 我们不是因为受洗了 才能够得救 这个是我相信我们都了解的 可是受洗的确是 神赐给我们这个救赎 应许可见的一个记号 It's a sign 一个很像 我愿意站在众人面前 上帝面前 天使面前 来宣告我的整个的信仰 这个除非我们是 挂羊头卖狗肉的 里面想的跟我口里面 所承认不一样的话 可是如果是真心的 在洗礼当天 真的是很慎重 看待那个洗礼的过程 那我们知道 这个洗礼本身 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记号 所以这边也列出一个 有关洗礼的事情 洗礼是我们被圣灵 重生的一个重要的记号 洗礼也象征了 我们得到的神的应许 我们一切相信神的人 都能够称义 洗礼也是我们 成圣的一个记号 象征我们圣灵内住 引发我们愿意改变 那洗礼更是我们 荣耀的记号 象征我们已经 跟基督联合了 所以这个洗礼本身 虽然说我们不是 靠着洗礼来得救 可是一个人如果真的是 已经认识了主 圣灵已经内住他里面 也愿意把世面主权 交给主的人 他是会愿意接受洗礼 来跟世人宣告 他的生命是已经不一样的 他是属于上帝的 所以这个是无法 推诿的事情 我们每次都听到 有人这样分享 洗礼很像一个婚礼 我说我爱一个人 我爱一个人 那为什么你不要跟他结婚 爱他就够了 他不用结婚了 结婚是给人家看的 我爱他就够了 有这样的道理吗 那那个你的旁边的伴侣 他还是有一个问号 你说你爱我 却不愿意跟我走向这个礼堂 是不是你还有想着一个后路 我不愿意洗礼 以后我找到另外一个 更好的宗教 一个信仰的时候 拜拜耶稣 是这样吗 如果我们真的是愿意相信 也看到他为我们做的一切 我们是感恩的 心都来不及 我们接受洗礼是告诉 很像就跟撒旦宣布 我现在是属于主的人 你无法再动我了 我不会再被你欺骗 很像是一个宣告 是多么荣耀的一件事情 所以这个保罗在这边 讲到 什么呢 岂不知我们这受洗 归入基督耶稣的人 已经是归入他的死 所以我们知道 我们是愿意跟主耶稣 同死同复活的 我们受洗是愿意 也提醒我们 我们是跟耶稣一样同死的 就是我们要跟我们的罪争战的 耶稣他的死是为了要承受我们这个罪的功架 他原本是不用死的 耶稣本身 可是他死了 上一次我们也说到 他的复活证明他是无辜的 罪是不能够捆绑他的 死亡是不可以捆绑他 所以我们洗礼是跟他一起愿意 跟他同死 同复活 所以第四节 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时 和他一同埋葬 原是叫我们欲举一动 有新生的样式 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 从死里复活一样 所以这边就讲到有关复活的事情 我们愿意跟基督同死 我们愿意跟他一起的受埋葬 这样就讲 刚才我们一直在讲的 这个新的生命已经进入我们里面 我们是越来 生意的人是越来越想要追求 很像耶稣基督的整个样式来活 可是这边讲到这个复活的能力 我们要多思考 我们讲到复活 基督的复活 我们在基督里面的复活 几时发生的 是我们离开这个世界以后 我们到天家 那才是叫复活吗 还是我信主的时候 我已经复活了 那么我们怎么解释说 我信主就复活了 我又不是信主之后 我就突然间改变了 我就有什么外观上的改变 没有吗 我头发还是一样少 我还是一样的胖 我还是一样的矮 我信主之后 我的身体的条件没有改变 一点改变都没有 可是怎么说我已经复活了 简单的一个解释就是 亚当夏娃犯罪之后 人的灵都是死的 人在堕落的观景之下 没有一个人能够回应上帝 没有一个人对神的事情 有正确的眼光 对神的国度有正确的认识 可是我们重生的那个撒纳 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之后 我们灵复活了 我们灵开始看得到 上帝的荣耀了 我们读神的话语的时候 我们开始能够了解了 我们所追求的是 这个上帝的圣洁 上帝的荣耀 上帝国度里面的一个 祂的计划 这个就是一个复活的生命 所带来给我们的 所以我们了解到 生命在我 复活也在我 但耶稣基督将生命 赐给我们是通过圣灵 所以我们拥有圣灵的人 其实从灵的眼光来看 我们已经是复活的 所以这个很奥妙 所以有人讲 罗马书六章很难解释 很多属灵的奥秘 我们虽然说复活了 我们肉体确实要死了 有一天我们会离开的 离开这个世界 可是我们在灵里面 确实是已经复活了 那我们想 我们还没有复活之前 我们是怎样 看他们读到的 我们是罪咒我们的王 我们是被他捆绑的 所以这个是我们过去 我们被 罪捆绑的样子是什么呢 我们以前也读过 以福所书二章 这边列出很多 你们死在过犯罪之中 他将来裹过来 原本就是死的 那时你们其中 行事为人 随从今世的风俗 顺从空中 掌权者的熟灵 这是现今 在被你资子 心中运行的邪灵 我们从前 也都在他 门中间 放中肉体的私欲 随着肉体 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 本为可怒 之子和别人一样 所以如果你们要思想 我们有没有改变的话 回到这个经文 我们过去 是被撒旦操纵的 明明不想行的 我却要去行 明明这个东西 是上帝不喜悦的 我却觉得 没有什么事 每个人都这样做 做的也没有什么 所以我们现在 有一点的挣扎 我们犯罪之后 我有点 就是想要跟罪挣扎 我有点受控告 我跟神 好像有点衰掉 主啊 帮助我 不要再犯罪 这个就是我们 生命改变的 一个的证据 所以我们重生的人 我们是可以找到证据的 我们不是 催眠自己说 我是重生 我是得救的 其实我们生命的改变 从我们的思想开始 我们的眼观 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关心 我们的所属 全部都改变的 而且很重要的是 我们的重生 不是我们自己 能够做得到的事情 我们讲的嘛 我们因信称义 都是神的作为 正如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都是 从我们的母亲的身体 被生出来的 我们在我们母胎的时候 一个婴孩的形成 我的形成 然后我的整个的出生 整个的过程 跟我的努力 一点关系都没有 一个baby不是 我努力要成为一个baby 我努力要从 那个妈妈的肚子 里跑出来 但可能会有些时候 踢下妈妈的肚子 一下子可能会有点 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可是我们知道 整个生命的形成 整个出生的一个过程 不是婴孩能够做死我们的 所以属灵的重生也一样 我们完全是被动了 上帝生了我们 换句话讲 我们的重生 也不是神与我们合作的 神跟我们讲 你愿意接受我吗 好 你愿意我才说生你 不是的 从一开始到现在都是神的作为 一直在强调的是 我们灵的状态是死的 我们无法回应上帝 所以我们的肉体更是抵挡上帝的 所以讲到这里 我们是从死里复活的 所以我们有了新的生命 我们的生命也必定会有改变的 如果说一个人刚刚真的一个人 从死而复活了 他在山里之后 他突然间站起来 哇 每个人看到他惊讶了 撕拉撒路 他在坟墓里面几天 对吗 那个耶稣叫他复活的 一个人从死复活的 你觉得他的生命会不改变吗 很多人说 我差点死掉的时候 人家说 我过去的很多东西突然 fresh over my mind 很像突然想起 以前我做过的事情 我突然间很 我本来是很贪钱的 很想要名誉的 很想要得到很多的财富的 如果经历那个死亡的内刹那 我知道这些都不重要 必定有改变嘛 就很像一个奴仆 原本做什么东西都没有自由的 突然间 现在主人说 你示范了 你不再成为我的奴仆 我是一个自由人的 会有改变吗 肯定有所改变 以前我们是被罪捆绑 现在我们得以自由了 我们得到自由 我们是不被捆绑的 我们有没有改变 所以必定会有改变 所以我要讲的是 既然我们已经重生 我们就应该 跟我们重生的样子 要有一致的 这个的行为 所以为什么我们讲 称义加上行为 就是信心 当然不是说 不是很像天主教说这样的 称义加上行为 才能够得救 不是 可是我们知道 我们已经信心成义的人 我们有这个 新生的一个生命 就是理所当然的 上帝也愿意 我们取样的 靠祂来活着 以祂的吩咐 为我们中心的 我们的人生的一个中心 为我们的这个方向 来过活 所以今天 这六节的经文 从五章二十节 到六章四节 虽然只有六节的经文 可是给我们 很大的一个的冲击 因为我们知道 都是神的一个作为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 我们记得看 对方上帝 感谢你今天 在一起召集你的儿女 相聚 在这里聆听主的话语 主我们知道 这个罗马书里面的一个教义 是何等的丰富 也把整个的福音的一个内容 解释得非常清楚 当然有很多地方 有些的是属于的奥秘 或许我们不能够 完完全全的来了解 可是你给我们 一点的亮光的时候 我们已经感激不尽了 我们都看得到 主的恩典 常常随着我们了 所以主啊 我们在基赛日子里面 继续来探讨 你话语的时候 去给我们 这个主你的灵 在我们生命当中 来动工 来多认识 主你的话语 来多愿意地 把我们的生命 交到你手中 能够过一个 成圣的生活 我们就摆下 时光交托 仰望 奉靠主耶稣 敬命祷告 阿们